在掃管窟方向,其實是有一個支線 但據我所知,好像是進入了掃管窟之後 掃管窟的居民,他們是無法使用到這個支線的 變成得物無所用,但又要在這條橋,他們的村上過 對他們造成的影響,以及對於周邊地區,尤其是青山公路一帶的人口的暴障 是無法舒緩和解決的 這方面你蓋過支線,其實那個幫助又有多大呢? 我們在做配置的時候,由11號幹線怎樣和屯門公路的配接 其實有兩個主要的配置位置 第一個就是在青龍頭,我們是一個主要的交匯處 另外會有一條的接線就是去到掃管窟那裡 雖然說那個接線就不是直接可以由這個掃管窟那裡去到 但是因為整體在屯門公路和青山公路 那個交通因為有了這個接線之後 而是可以得到改善,其實間接都可以有一個幫助 所以我們要 leur面子,可以通常 Francesco 多屯門 Wirtschaft